药老的苏醒,让萧妍三上云蓝宗的底气更为充足 只不过在正式动身之前,萧妍也得好好准备一番 稳固暴涨的境界自然是重中之重 为了唤醒药老,萧妍不仅体内斗气被榨干 灵魂力量也遭受重创 但每每在到达极限之后,总会有新的收获 与药老寒暄几句后,萧妍便直接进入了修炼状态 她的身体如今吞一般,疯狂吸收着天地间的能量 经脉中的痘气愈发充盈,原本苍白的面色也渐渐红乱了起来 守护在一旁的药老眼含笑意,但其中夹杂着一丝心疼 这两年来,萧妍全凭自己的意志力硬扛陨落心严 承受的苦痛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整整七天过去,萧妍都纹丝未动,但身上的气势持续攀升 在达到极限那一刻,天地间的能量突然暴动起来 以萧妍的身体为中心,形成了一道巨大能量旋风 萧妍的身体如同黑洞一般,将狂暴的能量迅速吞噬 当所有能量消散之时,萧妍骤然睁开双眼 碧绿的火焰在双眸跳动 凌厉的气势让药老都为之一正 萧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不仅全身的伤势完全修复 原本并不太牢靠的斗王根基也夯实了几分 距离更高一层的屏障显然又近了不少 而随着境界与身体强度的提升 三千雷洞进也攀升到了第二阶段 心面一动,萧妍便直接消失在原地 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而原地的残影持续了几秒才消散 并且即便不借助斗气双翼 萧妍也能短暂制空 这可是只有斗宗强者才拥有的空间能力 哈哈,小家伙 终于恢复实力了吗 就在萧妍检验突破后的成果时 药老的虚影浮现在身前 萧妍咧嘴一笑 这下终于有回加码帝国的资格了 药老也忍不住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 一下就三年了 萧妍双毛金芒暴闪 深深望着云兰宗的方向 云兰宗 等着吧,我们很快会再见 调整好状态后 萧妍回了封城一趟 在萧妮的经营之下 封城已经成为了黑角域前三的城市 不仅留住了萧妍 用黄吉丹笼络的三位宗主 还吸引了不少散修抢者 都王境界的姚氏三兄弟一起败入了萧门 萧妍轻声嘱咐了萧妮一番 表明自己或许在两个月内 就会动身返回加玛帝国 招兵买马之事还得抓紧 处理完萧门的事务 萧妍便朝着嘉南学院略去 她的回归再度引起了不少轰动 因为在她身后跟着一位身姿婀娜的冷艳女王 斗宗的灵力气势 也没能挡住那一道道被惊艳的目光 萧妍无奈苦笑一生 脚底银王闪动 带着美杜莎静止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了苏千大长老的书房前 感受到突然出现的斗宗气息 苏千眉头一挑 正打算释放自身气势 抬头便发现了跨门而入的萧妍 而那股斗宗气息 正是来自她身后的美杜莎 苏千眼中闪过一抹惊诧 这不就是此前追杀萧妍的斗宗 看到苏千脸上的疑惑和警戒 萧妍立马开口解释 大长老不用担心 我与她之间的事已经解决了 苏千的神情这才缓和了下去 与萧妍寒暄了起来 萧妍直接表达了来意 她打算返回加玛帝国了 只是拜托苏千大长老 能带为照看萧门一段时间 没有萧妍的威慑 封城未必能够轻易守住现有的地位 这对于苏千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对于萧妍前往云兰宗一事 苏千表示爱莫能住 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三位新晋的长老 借给萧妍 萧妍自然理解 与苏千沟通完毕后 萧妍便带着美杜莎回到了盘门 虽然又消失了几个月 但她依旧还是盘门的主心骨 当她说出即将返回加玛帝国之时 所有人几乎同时应贺 我们和您一起回去 萧妍苦笑一生 加玛帝国之行凶险万分 她可不敢带着整个盘门去冒险 权衡之下 她只挑选了林燕一人 林燕之所以留在内院 就是为了等萧妍 并且她本就不擅长管理 留在盘门也并没有太大用处 看到萧妍的决定 紫妍气呼呼地跳到萧妍面前 双手插腰直接大喊 我也要去 萧妍本没有带紫妍的打算 毕竟紫妍心性太过单纯 看着萧妍脸上的迟疑 紫妍直接挥起了拳头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练制化形单了 找打是不是 萧妍顿时哭笑不得 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在这两年内 紫妍在深山内不知又找到了多少珍惜药材 即便是遇上真正的斗皇 也有一战之力 而吴浩和虎家 则继续为萧妍守住盘门 安顿好盘门后 萧妍便歇息了几日 亲手为众人炼制了一些低阶丹药 但突然被一脸坏笑的林燕 拖到了竞技场 萧妍一道 人山人海的观众席顿时人生鼎沸 萧妍满脸疑惑地看着林燕 你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 难道想和我打一场 林燕嘿嘿一笑 神秘地拍了拍手 两道身影落在了竞技场中央 竟是林修衙和柳琴 听到萧妍要返回加玛帝国 林修衙和柳琴便向萧妍提出了挑战 若是萧妍能将她二人击败 她们也愿意去加玛帝国见识一下 这着实让萧妍有些意外 她与二人虽然共同战斗过 但交情并不算太深 没想到她们也会愿意赴嫌 萧妍也并非扭捏之人 这样的朋友她自然愿意结交 而最好的方式 就是竭尽全力将二人击败 这才是对她们最大的尊重 萧妍直接跃入场中 对着二人咧嘴一笑 十招之内 若不能让你们二人出场 那便算我输 林修衙和柳琴的战役 瞬间被调动到极致 哈哈 好个狂妄的小子 战斗一触即发 林修衙和柳琴脚底骤然发力 一左一右朝着萧妍暴冲而去 萧妍站在原地未动 斗气朝着四肢不断涌去 一声爆响传出 林修衙和柳琴的腿 重重轰在了萧妍的手臂和小腿上 萧妍身体一震 一掌朝着柳琴猛然轰去 双臂交叉挡在胸前 但那股距离 让她的双脚在地面上拖行了十几米 差点就被震出了竞技场 林修衙见识不妙 立马祭出了青色剑刚 可她的剑却诡异地穿透了萧妍的身体 而萧妍已经到了柳琴身前 想要一举将柳琴送出竞技场 但柳琴的战斗经验也颇为丰富 大猎劈关爪对着萧妍狠狠抓去 将对方的手臂牢牢扣住 林修衙见识立马暴力而上 一记手刀朝着萧妍背后斩去 可就在众人以为 林修衙和柳琴得手时 萧妍的身体却再度虚幻了起来 诡异地出现在了二人背后 轻柔的劲气直接爆发 将二人送出了竞技场 从开赛到结束 不过十几秒时间 林修衙和柳琴即便联手 也只坚持了五招 二人满脸苦笑看着萧妍 两年前还能势均力敌 如今却只能望起向背 萧妍的成长速度实在太过变态 而随着林修衙和柳琴的加入 萧妍的队伍又壮大了几分 不知云兰宗是否做好了迎接萧妍的准备